我们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要到荷兰跟德国的一个深入的童话之旅 这个童话之旅呢 我相信大家也听过格林兄弟 他们写的童话故事 小红帽啊 或者是那个好多的不同的童话故事 那我要带大家去先去 这一次是到荷兰 荷兰他大家都知道风车之国 有风车有名 还有他的郁金香 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那个接着他还有很多的 那个出的各种各样的花卉 荷兰的花卉是寻销全世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到荷兰去的话呢 我们是预定的是明年的4月22号 我们从洛杉矶出发 然后我们到了荷兰 我们第一个站呢 就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在那边要停留两三天 深度的游 带大家去各个几个景点 那荷兰的教会教堂 还有那些古迹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荷兰的这个阳脚村那条河 是像一个说是像小溪 但是还是蛮深的 那深到哪里呢 也不过是深到我们的胸部 所以他们那个有开玩笑 我们去坐那个游船的时候呢 走走走 哎呀 这个看到有人在那个河中间 在那边卖东西 推销一些小他们当地的荷兰的那个木头的做的木鞋 那个是很有名的 荷兰那个阳脚村啊 它的一个特别 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称号 就是那绿色的威尼斯 比意大利 它意大利的威尼斯 它这个是荷兰的绿色的威尼斯 然后他们所有那边盖的房子的屋顶 全部是用芦苇 他们要把芦苇割下来 然后晒干 晒干了完了以后呢 铺在那屋顶上 然后那个别有一番风味 绝对不会漏雨哦 我们有问 我说那下雨啊 下雪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们不会的 没问题的 因为他们先在这个扑芦苇之前 就把像油毛毡啊 或者有一阵整个防雨的防潮的设备都盖好 所以这个荷兰是值得一去 值得一游的地方 另外呢 那个荷兰有一条运河 是人工造的运河 他们做的是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劝大家 如果坐这个船到运河的话 千万别把东西往运河里面丢 这是他们非常忌讳的 OK 那那个啊 还有就是那个啊 到了他们几个那个童话的景点 你去看到那些古堡 看到他们那个童话 那个世界盖的那个屋子 你就会发现 哇 那个真的是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一样 你就会深入其境 然后深受感感动啊 真的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今年我五月就去过一次 所以就觉得非常的好 还有到了荷兰 因为荷兰这个大麻是合法化 所以那些年轻人 常常跟你开玩笑 哎 来一根大麻吧 所以这个这样子 要小心哦 如果你没有抽过大麻的话 这个他们说一抽到我也没抽过大麻 他们说抽到一个大麻 马上会产生一种舒服或幻觉是吧 这个是很难讲的哦 还有就是他们的红灯区 是有名的橱窗 那一条两条街是必然我们会去的 所以大家要抓着这个机会 去好好的深度的去参观 看一看荷兰的这样子一个自由的地方 但是呢很多时候是只能看不能动 只能说不能动手的 对了 荷兰大家也知道 它是一个低于海平面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到处都有小河流 到处也都有这些小桥 这种小桥啦 高桥还有高楼 它盖了一些楼呢 甚至还有一些叫船屋 在他们的那个小运河小那个河流的上面 都有各样这样的船家 他们就根本就住在船上面 所以那个那种骑警啊 你只有身理其境才会感受到 哦那个真的是很妙的 然后他们在船上面生活 他在床上面也开了一个咖啡馆 然后你在前面是喝咖啡 然后他在下面隔壁 或者是另外一条船上面 他就是住家 所以那个整个的一个景色 这种特殊的一个景观 是大家必然要去荷兰一游的地方 如果你是还在美国是拿绿卡 我们如果是就要办那个申根签证 那通常一般在这边呢 最最好办理的呢 就是说有去荷兰也好 或者去德国的领事馆 或者是那个丹麦那个看哪一个领事馆方便 预约的快的话 通常一般都要在一个月以前 啊上网先给他们预约 如果你们有觉得这些方面有困难的话呢 就可以找我们故乡旅游 找我借客啊没问题 我就会帮你安排 帮你们先预约 然后呢就办理这个签证 那通常一般呢 到了欧洲去的话呢 那欧元现在美元呢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了 美元跟欧元的这个比例的话 美元算是很强势的 所以大概只有一块二一块三 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 在去之前就先把欧元换换好 也是可以的 那不然的话呢 到了欧洲在机场 或者是说到当地的那个换钱的地方 很多到处都有 所以都很方便 大家不用担心 那 大家不用担心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